是你 没想到我们班的大学霸 现在换成了小实习生了 原来大摩托法令文也会卡本 看来平时没想看人家 看来没认识呀 那就不如让月月给你当贴身助理吧 凭什么 好啊 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 我要让她来到我的拍摄配局 来衬托我 没问题 拍理是咱们公司好不容易请到的人情摩托 你要是服务的不好 你回去别想转正了 这套怎么样 颜色太土 这个呢 款式太老 这套呢 没什么特色 太甜了 想胖死我 充满 还有 我外卖也到了 顺便帮我拿上来 合作 是啊 我走就看这个月月不顺眼了 来了公司以后 总说什么维护员工权业 抽搐跟我作对 既然你也这么讨厌她 不如我们两个联手 让她在拍摄现场出丑 月月的礼服我就放在化妆间呢 明日怎么还不来 到底还拍不拍了 少微一等啊 礼服都被我撕坏了 我得要看你怎么来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这 这怎么可能 你真以为我会跟你狼狈为奸 人都被我支走了 我看你忙了一天没吃饭 这外卖是给你点的 那你也不能为了减肥不吃饭啊 这些都是低脂的 放心吃 嗯 你怎么不吃饭呀 我不这样吃 我最近吃饭总塞呀 那一天被你折腾 我都累死了 哎呀 这不是装给你主管看的吗 我让他露出麻较 我怎么帮你报仇啊 没关系的 这个公司谁没被他欺负过 还有 明知道我不爱拍照 还让我给你当逼吃饭 我怎么舍得让我的好闺蜜 当配角呢 哎呀 我就是想跟你一起拍准闺蜜照 你一会儿吃完饭 再来我家试试礼服 那好吧 那我们开始拍摄吧 等一下 王主管 你觉得公司还能容得下你吗 容不容得下 也不是你说的算的 一个过期模特 除了我们公司 恐怕再没人跟你合作了吧 我 嗯 不是吧 我认为那个最大的zy集团 要让凯莉当终身代言人呢 哈哈 你少骗我 我跟有他们集团大股东的联系方式 你不信 那你打过去问问呗 打就打 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